28岁女保险员深夜与网友约会后情惨死浴缸中 此日身上有多处伤痕 浴缸上还盖着一条厚厚的棉被 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勘察完成后 女警翠花通过茶几上用过的卫生纸 以及发霉的水果和地上杂乱的酒瓶 推测此日死生活混乱 不将卫生并且还爱喝酒 警员阿俊听到翠花的推测后 密码兴奋地表示 她刚刚通过物业调查道 此日名叫潘露露 是一个人住在这里的 但她似乎经常参加酒局 每天都喝着鸣饼大醉才回家 并且还经常会带回来不同的男人 制造出的声响也非常扰民 法医的尸检报告中也提到过 此日的血液里有高浓度的酒精 所以她推测 此日一定是喝醉后 导致她神志不清将浴缸荡荡成了床 之后又不小心将水龙头打开 而能被在吸水后变得沉重不堪 此日被沉重的棉被压在水中动弹不得 所以才会被溺死 你真的是个白痴 尸检报告上应该有写到 但发前死者身上应该留下了伤痕 阿隽仔细回想确实是这样 法医推测死者的死亡时间 是在晚上十点左右 死者手指关节处的瘀伤 几乎是同一时间产生的 并且她的几个手指甲也是断裂的 从这点来看死者确实不像是意外 反倒很像是死者临死前挣扎造成的 并且逆死死者的浴缸外延 看起来非常干净 像是刚刚打扫过一般 可连发霉水果都懒得扔着死者 怎么可能会清洁浴缸呢 这极有可能也是凶手做的 可翠花实在想不通 凶手为何要在死者身上 盖上那床厚厚的棉被 这是一旁的书分发现死者的平板中 有许多死者以不同男人的合照 书分发现其中有两个男人 与死者认识的时间最长 得到这个线索后 阿隽当即让警员去调查这两个人 不料调查完监控的警员发现 案发当天这两个男人都去过死者家 而且形迹可疑 阿隽当即将这个消息带给翠花三人 而此时的翠花 为了搞清楚棉被的作用 在浴缸中魔放死者的状态 可他却发现一个人 无论再怎么神志不清 身体都会爆发强烈的求生欲 从而推开沉重的棉被 这就很奇怪了 死者生前明明有剧烈挣扎 可为什么会挣脱不开被子呢 就在翠花百思不得其解释 阿隽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原来是之前的两名嫌疑人 没有去警局接受问询 要阿隽去找两人了解情况 其中一个男人名叫大伟 是一家建筑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他明白警方已经调查到 他和死者之间的关系 于是大方承认 他在案发当天确实去找过潘露露 不过他是去和死者断绝关系的 他和妻子结婚多年 早已陷入七年之痒 正巧这是他遇到了青春亮丽的潘露露 在他热情似火的感染力下 达威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于是便彻底沉沦在这段禁忌的关系中 可看着逐渐懂事的孩子 他明白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 于是便找到死者和他了断了这段感情 案发当天他五点半下班 六点到潘露露的公寓 在他家只待了二十分钟不到 之后就一直和妻子在一起 八点他还带妻子去了一家网红餐厅吃饭 一直到晚上十点才结束 期间他一直为自己近几年的冷落 向妻子道歉 餐厅的服务员也可以为他证实 我妻子是那么的宽容 我真的很对不起他 阿隽看着男人很是真正的样子 不像是在撒谎 于是便结束了问询 和几人出来后 书分确称大伟的微表情 与他表现出来的样子降纳巨大 虽然他无论穿着打扮 还是贪图举止都表现得很斯文 可他们刚刚进门时 大伟的瞳孔瞬间放大嘴角向上牵动 这是看到猎物时兴奋的表现 所以他认为这个男人刚刚所说的 有很大一部分是假的 可刚刚警员已经去餐厅核实过 大伟在案发时的确和妻子在餐厅内 他确实没有时间作案 所以他的嫌疑基本可以排除 于是几人开车去找另外一名嫌疑人 男人领导张强32岁 是个城包小工程的包工头 之前和死者同居过 但死者嫌弃他挣不了钱 给自己买不起包包 两人因此分了手 几人敲向张强家的房门 却始终无人应答 就在几人以为张强没在家准备回去时 楼下突然上来几名农民工 他们之前都是跟着张强打工的工人 可临近年关该发工资时 张强却不见了东影 所以他们最近天天来找张强 却始终不见人影 一旁的翠花看着门口的垃圾桶 发现有些不对劲 根据垃圾桶中饭菜的氧化程度来看 绝对没超过一天 所以张强绝对躲在家里 果然当力大无穷的二牙枪性打开房门后 张强正微微缩缩地躲在餐桌底下 阿俊当即表明自己的身份 却被身后的大壮一把推开 他打算使用蛮力药到工前 却被阿俊大声阻止 他表示警方一定会为他们主持公道 但现在有比要工前更重要的命案 需要调查清楚 不料张强在得知潘露露的死讯后 瞬间眼面痛哭起来 他称自己一直都知道 潘露露和其他男人之间的来往 可那都是他工作的缘故 而且年近40的他急需结婚生子 潘露露是唯一愿意和他在一起的 为此他把自己这些年挣的钱 全都花在了潘露露身上 可两人在一起不久之后 潘露露就称他的弟弟惹了大麻烦 需要一大笔钱来天不漏洞 可当时张强刚把全部身家投到工程里 根本没有钱帮潘露露 为了帮弟弟擦屁股 潘露露只能和他分手 答应一个有钱的老板做他女朋友 而案发当天 因为之前的工程款正好结晶 所以他在七点左右 拿着这笔钱去找了潘露露 但他在门口敲了很长时间门 潘露露也没开门 张强只好拿着钱回来了 熟分看张强的状态 猜特他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了 神经脆弱是伪装不出来的 所以张强应该没有说谎 可大卫六点左右才离开潘露露家 张强七点去他家怎么就没人了呢 这两个人一定有人说了谎 看着张强脆弱的精神状态 几人明白他们暂时问不出有用的信息 于是决定等他休息好之后 在传唤他去警局审问 晚上崔华几人商讨案件时 不料镜突然停电了 正巧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二压打开门一看 竟是白天遇到的 以大壮为首的几名农民工 他们是特地来表示感谢的 原来他们白天离开以后 张强心死如归将之前给潘露露攒的钱 都拿出来给几名工人借了工钱 他们为了感谢翠花三人帮他们要回工前 特地送来了一些水果 看到翠花家里停电 还跑去给他们维修电闸 大壮还表示家里还有问题的 可以一并给他们说他们都能帮忙修理 看到大壮几人这么客气 二人有些不太好意思 可大壮却毫不在意 还直接将水果放进了冰箱中 可他打开一看 就发现冰箱里结的双块有些厚 二话不说 直接帮他们清理了整个冰箱 翠花看着掉在地上的冰块 突然想到案件的关键处 他立刻来到案发现场 并且叫来正在警局值班的阿俊 在众人面前翠花说出了他的推测 法医鉴定的死亡时间很有可能是错的 但这并不是法医的问题 而是由于凶手实在是太狡猾了 大壮刚刚在为他们清理冰箱时 他突然想到冰器可以保鲜 又能制作成任何形状 一个活人无论是清醒还是喝醉 都不太可能在浴缸中被淹死 除非他根本就无法离开浴缸 而似着手上的撕裂伤 也可以证明似着生前剧烈挣扎过 可在现场并没有发现死者挣扎的痕迹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浴缸上面盖了一个冰盖 这才导致死者无法离开浴缸 拼命挣扎反而弄伤了手 制作冰盖也十分简单 死者家里有个专门用来冰镇啤酒的冰柜 凶手只需要提前几天 趁死者不注意用冰柜冻出几个大冰块 关队死者后在冰块上凿出防滑的卡槽 接着将死者放进浴缸 用他的手打开水龙头 再将制作好的冰盖放在浴缸上面 最后在冰盖上盖上棉被 保证冰盖能维持一段时间 当浴缸里的水位慢慢上涨时 潘露露出于本能开始拼命挣扎 无奈冰盖太过坚固 不管它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 就这样潘露露被浴缸里的水溺死 而冰块也会慢慢融化于水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是说当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 其实尸体已经被冷藏了很长时间 因此翠花推算潘露露死亡的时间 应该是在六点左右 而这个时间段来潘露露家的 只有大卫 可几人接触过大卫 明白他绝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于是淑菲想到一个办法 凌晨他趁着大卫出差回家时 躲在停车场模仿潘露露的语气 说出自己遇害的过程 大卫听着折邪细节 顿时害怕地从车里抽出球杆 大声叫嚷地让潘露露出来 他能杀第一次就能杀第二次 听到大卫承认了自己杀人 淑菲也不再装神弄鬼 现身揭露大卫的真实面目 原来大卫和妻子婚前签订了一份协议 协议里只有一条内容 一方出轨另一方获得全部的共同财产 可这也顶不住大卫的花心 他明白妻子十分相信自己 所以他只要处理好在外的关系 妻子就不会知道他在外的风流事迹 但没想到潘露露是个难谈的 他在知道大卫签订了婚前协议后 就一次来威胁大卫给他五百万 否则就将大卫在外投行的事情告诉他妻子 大卫拿不出这么多钱 所以他动了杀机 大卫眼看事情败露 此周又空无一人 他决定将错就错杀了淑芬 幸好二牙及时赶到 以他的怪力阻止了大卫 至此杀害潘露露的凶手成功落网 被判家丁这种行为实在是可耻 大卫还因此犯下了杀人重罪 等待他的僵尸法律的严惩 警方接到释荒人的报案 湖中发现了一具半裸女士 凶手不仅用重物砸碰了他的脑袋 甚至还在作案后又毁了他的脸 但在事件时法医才发现 女士耳膜完好鼻腔里也没有积水 很显然是死后才被丢到湖里的 而真正的死因也不是被砸 而是死于机械性窒息 尸体上的其他伤痕 估计都是凶手为了泄愤造成的 可见这是一个典型的仇杀案件 据发现尸体的石黄人所说 两人原本是在湖边捡废品 无意中发现水中有个鼓囊囊的黑包 两人费了半斤劲才将他打捞上来 还在开包间说好了东西一人一半 没想到里面净装着尸体 询问结束后 警方便将尸体带回警局 进行了细致的尸检 这次法医发现 死者的脖子和右手都有着厚厚的老茧 左手则更为奇怪 小拇指明先比另一只手长了一截 此外还发现了他在死前 曾有过双人剧烈运动 不排除对方是凶手的可能 并且因为没有伤口 还有防护措施的痕迹 凶手很有可能是死者认识 或者说喜欢的人 但当务之急是查出死者的身份 案件有进展警方才能对公众有交代 这一案件实在是太过恶劣 还吸引了许多媒体前来采访 甚至连一些警员家属都想一探究竟 但都被警局一一毁绝了 警员们更是对案子细节收口如瓶 只是几天过去 警方仍然没有死者的身份线索 市里的失踪人口被他们排查了一遍 却都没有对得上的 就在警方准备扩大排查范围时 一个警员却突然想到了 撕着身上的那些茧子 很像是多年练习乐器留下的 再联系到他的年龄最多不超过22岁 很有可能会是一名大学生 于是他便提出要调查 好似乎附近唯一一所大学 但另一名警员却不大赞同 因为大学的失踪人口他们查过 并没有发现能对得上的人 但转念一想 如今的大学都是开放式学校 如果有学生失踪 短时间内很少有人能够察觉到 重点排查大学中的音乐系 说不定就能找到新的线索 两名警员当机立断前往大学调查 只是还没等他们找到音乐系 就和迎面而来的骑车女生撞在了一起 警员看到他散落的书和音乐相关 便想趁机问问路 哪只女生却只当他们在搭讪 听都没听他们的问题 就扬长而去了 于是他们只好通过萧领导 找到了音乐系的院长 恰好这个院长是一位小提琴手 在他的身上警员看到了 似曾相识的茧子 还看到了他那长了一截的左手小拇指 院长解释说左手需要按弦 不知不觉小拇指就被拉长了 这下基本可以确定 死去的女人生前应该 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提琴 但当警方询问失踪人口时 院长和校领导却都说没有人失踪 这让警方不由地考虑起 辞着会不会是在别的地方拉小提琴 在两位警员走之后 骑车的女生才赶到了音乐教室 从院长口中他才得知 刚刚撞的两个人居然真的是警察 回到警局后 警方汇总了可能出现小提琴手的场所 并安排了人去一一调查 然而直到晚上还依旧毫无线索 一位调查的警员更是死马当活马役 查看起了音乐社团的招心公告 然而还没等他抄写下来 就听到不远处一阵嘈杂 随后就被一个男人撞得差点摔倒 他好奇之下捡起了男人掉的东西 哪只却被赶来的学生 当做偷内衣的小偷围住了 警员见状急忙想亮明身份 哪只学生看到他手里拿着脏物 还以为这人胆大包天冒充警察 不由分说就将他按在地上打了起来 一位女生见状急忙阻止 原来他就是白天汽车的女生 已经认出了命前的警察 另一位警员也总算赶到了 他一边喊学生们住手 一边亮明了证件 此时学生们才挺了下来 被打的警员也趁机掏出了证件 看了他的证件 学生们这才纷纷到起前来 又讲明了他们实际上追的 是个内衣小偷 只是他跑到这附近没了踪影 而警员又恰好捡到了脏物 这才有了一系列误会 那个小偷也并没有跑掉 而是正好被后面赶来的警员抓住了 但当他将学生们带去指认小偷时 几个女生却有些拿不准 实际上因为天黑的原因 没有人看清过小偷的脸 不然也不会看到脏物就去打人 小偷看学生认不出他便嚣张了起来 不仅拒绝交代事实 还威胁警员要去投诉 他就是吃准了警员手里没有证据 然而一位警员却突然上前 闻了闻他身上的味道 讲明了他厨师的身份 而脏物上也有着相同的油烟味 这种味道显然不会是学生们身上的 小偷听得哑口无言 只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随后两名警员便要压着他回警局 路上两人交谈起死者的容貌特征 警员也顺手拿出了 技术科修复后的死者画像 一帮着小偷看到却突然瞪大了眼 说自己好像认识这个人 警员连忙将画像递给他细看 这下小偷终于肯定自己见过这个人 并且他还偷过证人的内衣 警员文艳告诉小偷 如果他能找出这个人 就可以当他是戴罪立功 可以从经发落 小偷听完激动不已 一无一时将自己知道的说了出来 还给了警员一个详细地址 很快警方便赶去了死者的出租屋 通过房东警方得知 死者名叫小燕 原本是大学音乐系的学生 但这两个月却都没有回学校 房东也只知道他在外面找了工作 其他的他也不太清楚了 于是警方准备先从小燕的人际关系着手 调查他身边有可能作案的人 同时他们注意到 刨市的湖虽然在大学附近 但仍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凶手很有可能是开车前去刨市 如果警方能找到车子 或许就能提取到直接证据 警局领导也下了最后通牒 要求警员尽快破案以稳住民众的心 没过多久之前 那个骑车女生也找到了警局 他先向被误会的警员到了前 随后又问起面一小偷的事情 在得知他已经被拘留后 才长出了一口气 随即他又提起 音乐系的一些学生 会选择在酒吧饭店进行演奏挣钱 说不定警方要找的人也是干着一行的 而警方也很快查到 小燕生前是在一家大饭店工作 他们找到了饭店老板老林进行询问 老林看着照片一眼就认出 这是经常在他们店里表演的小燕 只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上班 就连人都联系不上 于是警员例行公事 问起了老林的不在场证明 老林却表示自己每天都很忙 有点记不起案发当天去干了什么 警方便将小燕的死讯告知了他 老林文言十分吃惊 又听到警方提起案发当晚 死者曾为老林打过电话 他这才想起来 哪天小燕跟他请了假 说是身体不舒服就没去上班 而那天老林为了给老婆提前庆祝生日 交了一大帮朋友到家 一直玩到很晚才散场 真看来老林没有作案时间 随后林夫人也证实了这一点 还将请的朋友一一告诉了警方 说他们可以证明 老林当晚并没有离开家 真看来老林的嫌疑大大减轻了 不久后警方整理了小燕家里的物品 将有用的都带回了警局 一位警员注意到这些东西里 有一张死者照片很引人注意 虽然只是一张在阳台拍的生活照 但死者身后的建筑却很有特点 他们可以顺着这个找到小燕拍照的地方 再加上死者遗物中有一把奇怪的钥匙 警方推测拍照的地方 或许会是小燕的另一住处 于是警员们带着照片开始了分头行动 一番搜查之后 警员终于找到了照片背景里的建筑 那竟是一个高档小区的大门 小区没位虽然对小燕没什么印象 但却认出了警员手中的钥匙 那是他们小区统一配备的安全门型号 得到这一线索后 警员总算松了一口气 他便打电话叫来了其他警员 在确定了照片的方位后 他们针对小区进行了新一轮的搜索 终于在一栋楼的二楼 找到了和钥匙适配的房屋 果然警员们一进门 就看到了桌子上小燕的照片 看来这里就是他的另一个住所 屋里的生活气息很浓郁 想来小燕生前应该就是住在这里 警员将各个屋都看了一遍 又着重检查了浴室 果然他在瓷砖缝里 发现了一次血液的痕迹 他急忙叫来了同事进行辨认 在确定是血迹后 他们便打电话叫来了技术科 此时在楼下调查的警员也有了新发现 就在客厅的正对面 有一张小燕和老林的合照 两人看起来绝对不只是上下级这么简单 由此可见老林在和小燕的关系上说了话 调查结束后 几位警员便回到了警局汇总线索 他们认为老林虽然有不在场证明 待遇他的财力 完全可以雇凶杀人 再加上老林曾在案发后丢了一辆车 警方合理怀疑他就是用这辆车完成的抛尸 随后警员们兵分两路 一路全力寻找这辆丢失的汽车 另一路人负责跟踪老林 盯梢的同时也防止他畏罪潜逃 没想到跟了没多久 他们就被发现了 老林将他们引到了一个偏僻的路上 派了一群人堵住了去路 警员当机立断两名了身份 没想到那群人看到证件居然把腿就跑 好在警员趁乱抓到了领头的黄毛 回警局的路上黄毛忍不住开始解释 说他是被老林指使 事先也不知道他们是警察 只是听老林说最近有人找他麻烦 他去帮着教训一下 拿着竞争的袭警 蒋黄毛送去警局后 警员便带人来到了老林的饭店 如今有黄毛的证词 他们便有了拘留老林的正当理由 在警局里老林交代 这两天确实有竞争对手找他麻烦 他一直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 没想到却误打了警察 这件事警方已经了解过了 他们如今想知道的是 老林究竟对小燕做过什么 此话一出老林就大呼冤枉 他是和小燕关系好不假 房子也是他送的 但两人无冤无仇 他又怎么可能去杀人 但警方却觉得他有些太冷静了 好友死于非命 他却好像一点都不关心 至于那间房子 老林说总共只有两把钥匙 他一把小燕一把 不会有万人进入 而他自从两个月前 跟小燕吵了架没再去过 随后警方又问起他丢失的车子 老林却说是司机开出去办事 听在路边丢了 但警方却总觉得他在撒谎 毕竟整件事情有些太离谱了 恰好此时 外出寻找车辆的警员传回消息 他们在一处村庄 找到了拿辆丢失的车 警员急忙中止审讯来到了现场 果然就听现场的同事说 在车里发现了血迹 并且车门都没有上锁 很明显是故意丢弃在这里 而法医经过比对发现 车里的血迹 以及他们在小燕浴室里发现的血迹 和死者的DNA是相符的 于是警员再次来到了小燕家 这下他们可以确定 预示应该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或许在这里还有别的线索 没被发现 果然这一次他们在洗手池下方 发现了一只烟头和一枚戒指 有了这两辆东西 他们基本可以确认凶手了 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那只烟头上的DNA却并不是老林的 难道说还有另一个人 曾在小燕家住过吗 此时警员突然意识到 虽然那辆车是老林的 但并不代表只有他能开 老林的司机也一样有作案条件 想通了这一点 警方立即对老林司机展开了调查 果然发现烟头上的DNA属于他 只是没想到他们还没有进行抓捕 司机就来自首了 原来小燕真的是他杀害的 据司机交代 他一直喜欢小燕还一直追求着他 谁知小燕却只是跟他玩玩 司机气不过自己被欺骗 便在冲动之下杀死了小燕 还抛尸到了湖里 至此户中女士暗总算告破 司机也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老林也因为寻衅滋事 需要被拘留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不要轻易玩弄感情 也不要冲动行事 否则只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农村妹子小娟为了糊口 来到了城里当保姆 雇入红姐待得很好 但男主人路见却对他各种刁难 小娟原本想等发完工资就走 可这天晚上却突然收到通知 他居然查出了怀疑 小娟一时间难以接受 更没有办法跟男友交代 他和男友都是一个村子里的孤儿 在一起生活后 男友涛子为了养家糊口 便来到了城里打工 只剩下小娟自己留守在村里 这种巨少离多的情况 让两人都难以忍受 于是小娟便也到城里打工 当了陆家的保姆 一开始陆家待他很是不错 他还以为遇到了好的雇主 没想到却遭遇了这种事情 为了不拖累涛子 他便将事情全部告知了他 还提出了分手 涛子听完连杀人的心都有了 说着就要出门去找路 见讨个说法 小娟却哭着拦住了他 他知道涛子脾气急 生怕他干出什么冲动的事情 涛子健庄便又带着小娟去报警 却又被他拉住了 眼看着小娟哭哭着心里是又心疼又气愤 此时小娟又提出了分手 还说大不了自己把孩子养大 涛子却说什么都不肯答应 他让小娟先装作没事 回去继续当保姆 自己会把这件事解决干净 小娟便听话地又回到了陆家 也没有告诉别人他怀孕的事情 只是第二天早上陆家夫妇起床后 却怎么都找不到小娟和自己儿子 龚姐担心两人出了什么事 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着小娟的电话 但却始终没有人接 陆健看着他焦急的神情 不由得担心这是小娟在报复自己 龚姐虽然焦急 但却没有往这方面想 只当是小娟带着孩子去买早点了 何言瞅着快中午 两人却还是没有回来 就在父亲俩干着急的时候 陆健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他还以为是小娟终于有了消息 没想到电话里却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儿子在我手里 你要想要孩子拿钱来输 听到这里陆健意识到 儿子这是被绑架了 这让他不由得想起了 和儿子一起失踪的保姆 但对面的人显然不想跟他废话 张口就要20万 还威胁他不给钱就要孩子的命 陆健吓坏了急忙答应给钱 但当他提出想听听孩子声音时 对方却直接挂断了电话 红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说话间就要出去取钱 陆健虽然也很焦急 但还是先安抚住了媳妇 说这是太危险了 他来处理就好 听到危险二字 红姐一把抓起手机就要报警 他觉得绑架这种事 还是找警方比较靠谱 如果到时候给了赎金对方不认 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陆健一听急忙抢过手机阻止了他 毕竟如果真报了警 他对小娟做的事也就瞒不住了 心里有鬼的他只好用儿子的安全当借口 来劝红姐不要报警 说如果报警被绑匪知道 儿子肯定就更加危险了 绑匪既然打电话来要钱 那肯定是指秃才不会害命 他们专心抽钱就行 红姐文艳也只能答应下来 然而陆健刚出门 就拨通了涛子的电话 就在他试图用报警威胁对方的时候 涛子却直接将他做的事讲了出来 说他只要不怕坐牢 就只管去报警 这是陆健才反应过来 绑匪居然就是小娟的男友 随后就听涛子说这二十万 就当是对小娟的补偿 如果陆健不给钱 涛子就要撕票 报警的话 他就撕票后将所有事都告诉警察 陆健这时才明白 涛子是存了于死网破的心 应可自己坐牢也要惩罚陆健 可涛子又不是法律 哪来的权利惩罚陆健呢 可如今陆健为了儿子的安危 也只能照他说的做 而小娟和涛子其实没有想过害小孩子 说那些狠话也只是下下陆健 毕竟他做的事再怎么不对 也不能把其撒到孩子身上 小娟还细心地安抚着当当 生怕他被吓到 然而这一幕却让涛子觉得愤外刺眼 听到这话小娟不由地又哭了起来 与此同时 红姐也在家中 对着当当的玩具哭泣 这还是儿子从小到大 第一次不在他身边 陆健看着哭泣的妻子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他也开始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但更多的则是对涛子和小娟的气氛 于是他干脆对红姐说称是小娟图谋不回 和他男友一起绑架了儿子 目的就是为了要赚一笔块钱 红姐起初有些难以置信 但出于对丈夫的信任 他还是忍不住埋怨起小娟来 更多的却还是对儿子的担心 殊不知当当在小娟家政玩得开心 但小娟却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不知不觉他竟又哭了起来 反应过来是当当正用小手帮他擦着眼泪 虽然他对陆剑恨之入骨 但对于当当的喜爱却没有削减半分 小娟仍旧像在陆家那样照顾着他 不久后陆剑筹到了二十万 他将钱全部装到了一个黑色袋子里 准备隔天就带去指定的地点 但之前涛子那些话 却依旧让他十分担忧 生怕涛子拿了钱不认账 红姐却以为他是在担心儿子 联盟安慰他让他不要多想 与此同时深受困扰的小娟 却又一次被噩梦惊醒 陆剑的所作所为已经深深伤害了他 哪怕他以后得到应有的惩罚 但那些事的恶劣影响却还是会持续很久 陆剑也同样睡得不踏实 天亮后更是被手机铃声吓了一跳 陆剑急忙接起电话告诉涛子 他们已经凑起了赎金 但红姐却按捺不住对当当的思念 开始求涛子让孩子说句话 然而涛子却不想跟他们废话 直接用孩子威胁他们闭上了嘴 随后将交钱方式和地点告诉了夫妻俩 陆剑便也不再耽搁 拿起钱就出了门 红姐见状便想跟他一起去 但涛子当时指定了让陆剑置身前往 他不敢不照做 只能先劝红姐回家 把一切都交给他 他势必要将儿子平安带回来 说完陆剑便开车走了 红姐本想按他说的回家等待 但思来想去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求助警方 这一做法理智且正确 毕竟谁也不敢保证绑匪真的会拿钱方人 更何况绑架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此时涛子也准备出门去接赎金 但小娟却拦住了他 他们俩本来只是想吓唬一下陆剑 没想到确真弄成了绑架 小娟早就后悔了 如今更觉得不能一错再错 但涛子却不想就这么算了 他不顾阻拦执意出了门 在得知陆剑到达指定地点后 他又临时更换了地方 以此来判断夫妻俩是否真的没有报警 陆剑别污他法只能继续开车前往 半路上红姐又打来了电话 询问他有没有见到涛子 陆剑便将换地方的事情 一无一时地说了出来 殊不知红姐已经人在警局 打电话来也是为了确认涛子的位置 陆剑却以为老博士着急儿子 不断地安抚着他的情绪 没多久陆剑终于驱车来到了 最后的指定地点 他拎着装有巨额现金的包 不住地四处张望试图找到涛子的身影 但这片干枯河道却没有见到人 此时涛子正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他 随后他跟在陆剑身后 一路走到了枯水河的桥洞下面 才叫住了陆剑出现在他面前 陆剑见到他又急又恨 但因为没有看到儿子的身影 陆剑不由地攥紧了手里装着钱的包 连声询问儿子的下落 涛子只说带着孩子不方便见面 随后就要先拿走钱 可陆剑又哪里愿意 他执意要先见到孩子才肯给钱 此话一珠涛子顿时不耐烦了起来 问他是不是不想要孩子了 还说自己收了钱就告诉他孩子的位置 绝不会食言 眼见陆剑仍旧不可以相信 陆剑便拨通了小娟的电话 让陆剑听到了孩子的声音 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陆剑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陆剑也只好将包给了他 陆剑清点完现金 便让陆剑回家等电话 拎走前他还用孩子的安危 违陆剑不要报警 只是两人都不曾察觉 公安的人已经顺着地址 找到并包围了这里 准备在陆剑离开后进行跟踪 看能不能找到孩子的位置 与此同时小娟正在细心地 给当当穿的衣服 然而当当确认出来 她身上穿的是红姐送的衣服 小娟文言不由地有些动容 她想起了红姐对她的好 简直要将她当亲妹妹看待 尤其是在得知小娟的家庭情况后 红姐就时不时以东西买多了为由 送东西给小娟 这让小娟心里不由地又感动又愧疚 于是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准备将当当还给伤心欲绝的红姐 她抱着当当静止走出了小区 却也因此跟涛子和跟踪的警员擦肩而过 突心大意的涛子也始终没有发现 警局的车已经一路跟着她 来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 她甚至还开心地跟邻居打了招呼 才往楼上走 然而当她回到家 想跟小娟分享喜悦时 却哪里都找不到她的身影 涛子还以为是小娟带着孩子出去吃饭了 便自顾自地打开了装束金的包 准备再经典一遍 就连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都被她误以为是小娟回来了 然而她刚一打开门 就被两名警员控制住了 由于没有找到孩子 警员只好先逮捕了涛子 此时小娟带着当当来到了陆家 红姐看到孩子又惊又喜 却也没忘了告知警方 孩子已经回到了家里 这一次小娟也不再隐瞒 说出了这一切事情的始末 红姐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同时她也知道 一想到同窗共争的丈夫 居然是这样一个人渣 红姐就不由地悲从中来 看着难过的红姐 小娟忍不住挥了下来请求原谅 她说男友这么做全都是为了自己 小娟如今不求红姐能原谅她 只求她能看清陆健这个人渣的嘴脸 此时陆健也终于回了家 她惊喜地看着屋里的儿子 却没有发现妻子的表情有些不对 红姐又气又脑上去 就给了她一巴掌 不久后警方来到了陆家 将小娟和陆健也带回了警局 警局里涛子和小娟也交代出了一切 小娟也后悔自己太过懦弱 如果她能早点说出这些事 或许一切都还可以挽救 但如今她和男友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陆健也同样逃不过牢狱之灾 所以我们在受到伤害时 一定不要忍其吞声 第一时间向警方求助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女大学生被拐卖到了农村 卖给了40岁老光棍当媳妇 老太婆为了能早日抱到孙子 愿给她套上狗箱圈锁在了猪圈里 见女人不肯生孩子 恶毒的老太婆一便便度打她 直到打了她遍体鳞伤 躺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 眼见她无力反抗 老太婆便叫来了儿子 刚常给她传统接代 就这样过了几天 老太婆再一次来到了猪圈里 一边给阿宁擦拭着身体 一边假惺惺地劝她想开 在她看来女人迟早都要嫁人 自己儿子又帅又能干 能被她买回家是阿宁的福气 有没有福到阿宁并不知道 她只知道自己不能一辈子留在这里 阿宁原本刚刚大学毕业 有着光辉灿烂的未来 直到她再往上认识了一个 看似志同道合的人 男人对她续汉温暖关怀被治 阿宁很快便坠入爱河 答应了去她的城市玩 但当她坐了一天一夜的车 来到男人的家乡时 迎接她的却是一个漂亮姐姐 对方热情地跟她打着招呼 还硬生生拽着她去吃饭逛街 一番交流下来 阿宁才知道自己闹了个大乌龙 对方自信着声音和男性化的名字 让她一直以为网络对面是个帅哥 哪知却是个漂亮姐姐 听了她的解释 姐姐笑着合不拢嘴 还打去她居然村人那样的心思 随后姐姐安慰她 就算做不成男女朋友 他们也可以当异地闺蜜 两人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喝了很多酒 再次醒来阿宁就已经到了二狗家 被拴在了猪圈里 想到这里阿宁还有什么不明白 那个姐姐分明就是个人贩子 把自己骗到陌生城市 随后又迈到了这个平静的山沟里 这段日子她一遍又一遍地祈祷 希望朋友能发现她的失踪 早点报警让警察找到 同时她也存了逃跑的心思 为了不再被毒打和挨恶 阿宁便表面上假意顺从 让老太婆以为她已经任命 就这样她从猪圈 换到了一个干净的屋子里 只是这屋子却带着锁 看来这家人始终没有放松警惕 晚上老太婆还给她端来了饭 阿宁这才看清 她脸上居然有一个深色的疤 但老太婆对此却不以为然 还劝得多吃点养好身体 随后还要给她改名叫翠莲 对于这一切阿宁全都答应了下来 这两天她通过观察发现 自己住的屋子虽然窗户被木头封住了 实际上那些木头并不算太结实 如果能够挖掉一些固定木头的土墙 说不定就能从窗户逃出去 思来想去她想到了吃饭的勺子 不锈钢的勺子就像一个小铁铲 能一点点挖掉木头窗旁边的土 阿宁便趁着二狗母子睡觉的时候拼命挖土 木头窗每松动一点 她逃出去的希望就多了一分 在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窗户终于被她整个卸了下来 阿宁便趁着夜色跑出了二狗的院子 只是她忘了乡下都有养狗的习惯 她的逃跑惊起了一连串口叫声 也吵醒了睡梦中的二狗 她立即发现了被卸掉的窗户 二狗积极败坏地追了过去 并在一处平房附近堵到了逃跑的阿宁 阿宁一见到她转身就跑 但没跑多远就把二狗一把拽住 她只好舍弃掉劈在身上用来郁寒的被子 一路狂奔到山脚下 她也终于看到了熟悉的车灯和公路 但没等她求救 就被追上来的二狗捂住嘴拖回了家里 这一次二狗母子彻底对她失去了信任 对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毒打 而这顿打明显比她之前挨得更狠 也终于打得她失去了反抗的勇气 打完后老太婆便恶狠狠地警告她 不要再有逃跑的念头 再跑 我打开你腿 阿宁闻眼也终于害怕起来 她知道老太婆真的会说到做到 眼见她不再喊叫挣扎 母子二人便扔下她回到院里吃饭 在说起阿宁时 二狗还让母亲下手重点 不然阿宁不会善罢甘休 但母亲却告诉她 一味的毒打也是不行的 万一打坏了打傻了 以后谁能伺候他们娘俩 毕竟为了买下阿宁 他们已经掏空了积蓄 只有让她早点生娃 才能拴住阿宁的心 二狗觉得母亲说的有道理 便加紧了传宗接待的任务 她的暴行配合上老太婆贾行星的关心 终于让阿宁只剩下了屈从 很快阿宁便怀上运度过了九个月 但母子二人却仍没有放她出去的意思 这天夜里阿宁终于临盆 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孩 母子二人看到孩子十分高兴 却连看都没让阿宁看一眼 说着话就要将孩子抱出去 阿宁顾不上产后虚弱的身体 奋力挣扎着想要看孩子 老太婆这才回过头看着她 可笑老太婆身为女人 居然也瞧不起自己的性别 还一门心思将阿宁往火坑里推 也不知该说她愚昧还是麻木 随后老太婆用手里的孩子威胁阿宁 如果阿宁不愿意跟二狗过日子 就让她再也见不到孩子 阿宁为了孩子只能答应了下来 拿着她光答应还不够 为了彻底断绝她的念想 二狗竟直接用烧红的烙铁 在她脸上留下了和母亲一模一样的记号 阿宁终于从不见天日的猪圈里搬了出来 过上了一手抱孩子一手干家务的生活 她心底里却还是想要逃出这里 只是为了孩子暂时忍下来了 然而就在这天 她吃力地挑水进屋 孩子却脚下一个裂剑 直接摔到了井里 好不容易当二狗将孩子打捞上来 却发现她早已没了气息 阿宁看着孩子心痛到了极点 恨不得直接随她去 但却被两个亲戚死死拉住 老太婆也悲痛地大哭起来 哭喊着自己到底造了什么孽 好好的大胖孙子就这么没了 她一味地指责老天不公 却忘了自己这个孙子是怎么来的 但凡她有点良心 也不至于今天在这里哭喊 而阿宁自从失去孩子 就仿佛婚都被抽走了一样 天天蹲在村口喊着儿子的名字 看见有孩子经过 就当成是自己儿子 将她一把抱起来 村里的人知道这时候 都带着孩子离她远远的 实际一场阿宁的精神状态就更不好了 再加上失去孩子后 老太婆和二狗都不怎么管她 阿宁便看什么都像是自己的孩子 她甚至魔症地以为 只要和二狗再生一个 孩子就能回来 但医生的话却如一道晴天霹雳 断绝了她所有的希望 阿宁因为头一胎生育环境太差 导致她感染伤到了身体 再加上后面并没有得到妥善医治 如今已经无法生孩子了 阿宁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但二狗母子更多的确实心疼钱 他们甚至找来了当初的人贩子 质问为什么卖个扫把星给他们家 随后她一一系数家里的倒霉事 就连屋里漏水都赖到了阿宁头上 而她这次找人贩子 实际上是想再买个人给二狗生孩子 也不知道家里是不是有皇位要继承 非要生下个孩子 而且还不是走正规途径 而是要违法买卖人口 她祸害了阿宁还不够 还想继续祸害其他人 甚至老太婆听到人贩子的开价 因为钱不够 竟直接要将阿宁卖掉 人贩子却不答应 说阿宁好好一闺女 被母子俩祸害得疯疯癫癫 怕是倒贴出去都没人要 说完她便扭头就走 母子俩一时也没了主意 但此时二狗却突然想起 阿宁曾提到过她有个闺蜜小倩 两人关系十分要好 如果能哄骗着阿宁把闺蜜骗过来生孩子 那他们就不用出钱买媳妇了 于是他们找到阿宁 告诉她可以联系闺蜜来家里玩 就当是散散心 毕竟以后还需要她伺候母子俩 阿宁虽然有些神志不清 但听到小倩的名字 却仍旧笑了起来 母子俩便帮她找了个借口 约了小倩到村子父亲见面 尽管很多年没见 小倩却也不宜有她 只是有些奇怪阿宁脸上的拔痕 阿宁闻言急忙捂住了脸 问是不是吓到了她 还说这是不小心磕道了 尽管她很开心能再次见到闺蜜 但脸上的记号却又唤解了她屈辱的记忆 小倩见她这副模样 只当她是在为脸上的拔痕自卑 急忙上前安慰说自己并不介意 随后两人找了个地方坐下吃饭 阿宁这才看到小倩还给她带了礼物 那是一条漂亮绚烂的丝巾 但阿宁却觉得如今的自己配不上这份礼物 小倩却则怪她乱想 说着便帮她带上了丝巾 吃完饭后小倩跟着阿宁回到了二狗家 她虽然有些惊讶 阿宁为什么会住这种地方 但却没好意思说出口 只想着等会儿一定要问问她 如今是什么情况 然而小倩刚走进屋里 就被突然跳出来的二狗一棍子打印过去 阿宁也吓了一跳 于是她趁吃饭的时候 小心翼翼地问起母子俩 这么做是想要干什么 却只换来了一顿骂 二狗更是羞辱她生不了孩子 害得自己只能找别人生 阿宁让他们放小倩走 却被二狗一巴掌扇在了脸上 让她不要多管闲事 老太不见状急忙拦住了儿子 说他们只是想留阿宁的朋友多住几天 不会对她怎么样的 这话一听就是在撒谎 可阿宁却相信了他们的鬼话 还给小倩送去了水 你居然还有脸来借我 我那么相信你 你竟然把我卖了 但是阿宁却不明白闺蜜 为什么对她大吼大叫 她说只是想留小倩多住几天 小倩这才发现阿宁的精神状态 似乎有些不正常 正想多问两句 就听阿宁说让她不要反抗 不然就会被母子俩打死 听到这里小倩还有什么不明白 她心疼阿宁的遭遇 便提一要带她逃出去 阿宁却绝望地说他们是逃不了的 小倩告诉她 只要两人联手肯定能够跑出去 随后她又提起阿宁脸上的疤 说她和老太婆一样是被拐来的 你曾经也是有理想的人对不对 你现在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你的生活本不该如此 这些话让阿宁浑浑噩噩的脑子 仿佛有了一瞬间的清明 她被小倩的话说得有点心动 但还没等答应 二狗就突然跑了进来 一把摔了阿宁手中的碗 还让她滚出去 阿宁因为长期地毒打 死后不敢违背二狗的命令 只能走出屋子还关上了门 任凭小倩怎么哭喊 她都没有敢回过头 只能等二狗走后悄悄给小倩送吃的 小倩却一把回开她的手 大叫着阿宁和二狗一家都是魔鬼 她死都不会给二狗生孩子 随后竟直接捡起地上的碎丝片 划开了自己的手腕 阿宁目睹了闺蜜的惨死 精神状态明显更不稳定了 她趴在儿子死去的井边 渐渐想起了一切 她想起自己是被拐卖来的 曾经也有着美好的生活和未来 就像自己的闺蜜一样 而如今不仅自己被这家人毁了 还间接害死了自己曾经最好的闺蜜 最终她下定了决心 林奇夫子来到了老太婆的卧室 几下便劈死了她 结束了她罪恶又可悲的一生 老太婆临死前的惨叫声 吵醒了村里的狗 也叫醒了熟睡中的二狗 二狗还以为母亲出了什么事 推门就见阿宁正一下一下劈着老太婆 她怒气冲冲上前想要打死阿宁 却反被一斧头劈在脑袋上 顿时没了声息 恰在此时人贩子也找到了二狗家 高喊着她拐了一个瘸腿女孩 只要半价还能生养 阿宁在屋里听到她的声音 顿时恨意上头 一把将在拽进屋里劈死了 杀完了这三个人 阿宁才终于扔下了斧头 准备去投案自首 她只后悔当时轻信了别人的话 就那么被骗到了这里毁去了一生 还见劫害死了自己的闺蜜 而她的案子也得到了警局的高度重视 相信法院会对她做出公正的审判 所以我们在上网时 一定要谨慎交友 更不可轻信他人 注意看男人将200摄氏度滚烫的开水 直接浇在僵尸光滑的大腿上 亲手帮女士画上了精致的妆容 为她全身打上粉底 嘴巴也抹上鲜艳的口红 最后为女士穿上定制的护士制服 一个完美的芭比娃娃就这样诞生 男人将自己的杰作收藏进秘密基地 怎料一对寻求刺激的情侣 大半夜竟跑到废弃医院亲嘴 女友借着光亮突然发现 男友的头顶似乎有个人影 顶惊一看 居然是一具身穿护士服的女士 女人一脚将男友踹翻把腿揪跑 20分钟后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 四肢身穿完整护士服 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四肢宛如巴比娃娃一般僵硬 还被直听听地挂在风扇上 陈队根据四肢鲜艳又整齐的指甲 看出这不是真正的护士 根据经验 护士就没有这么哭的 几名警察正在勘察时 尸体突然流出血泪 刚毕业的袁凯瞬间想到老师教过的 尸体由于腐败变质产生气体 导致淤血从七窍里流出 这个现象 一般在死者死亡四到五个小时之后产生 但就在袁凯侃而谈时 尸体的表面开始渗出水珠 显然死者被冷冻过 那么根据血泪推断出的死亡时间 现在来看是不太准确了 专业的是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干 可专业的法医也表示 自己是偷一次见这种尸体 死者确实被低微冷藏过 死亡时间大概是在三天前的凌晨三点左右 并且死者身上有不同时间的灵灭伤 凶手花了好几天时间把该做的都做了 唯独没有最后的一下 凶手那方面可能 不灵 出乎意料的是 死者的肺部被冻得像巧克力一样 这也正是他的死亡原因 凶手是用了一种急动气体 通过口腔注入死者肺部 只需两秒就失去了生命 并且死者的牙齿是往里断的 只需要化验出牙齿上的残留 就能推断出死者生前咬过什么东西 很快警方就通过那部人口网站 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名叫耶丽莎36岁家境殷实 是个远近闻名的富婆 他还有一个老公名叫大卫 但却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 夫妻二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和谐 一个星期前也就是耶丽莎失踪当晚 有人看见他在酒吧狂山大卫的脸 之后夫妻俩一前一后的离开了酒吧 方对推测大卫很可能 是被妻子当中打脸丢了面子 才会对他痛下杀手 并且这样他还能继承妻子的遗产 面对警方的怀疑 大卫大方承认自己的确是吃软饭的 可他和妻子签的有婚前协议 结婚满四年才可以离婚拿到两千万 还有一个月他就能解放拿到钱了 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杀害妻子呢 可女警应而调查到 耶丽莎曾买过一份高额保险 高额的保费远远超过两千万 原来这份高额保险的受益人 是耶丽莎的弟弟 并且在四年之内 耶丽莎如果出了意外 那她的所有家产都将由她的弟弟继承 大卫一毛都拿不到 所以她是绝对不可能 对自己的妻子痛下杀手的 为了确认大卫所说是否属实 方对和婴儿一起来到保险公司 经过保险员阿诚的核实 大卫的证词确实没有问题 婴儿听后立马将怀疑的目光 转移到了耶丽莎的弟弟身上 可阿诚却称 她的弟弟目前在英国读小学 你们去英国查一下 如果她有逃课记录的话 她没准真是犯罪嫌疑 而袁凯之边也调查到 耶丽莎死亡当天 大卫正跟其他女人在邮轮上疯狂 她的嫌疑这下彻底排除 正当警方准备从其他方面入手时 竟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随着名叫黄贾纳35岁 上个星期刚刚回国 她同样是被凶手精心打扮成了洋娃娃 方队赶到现场后 二话不说直接败开死者的嘴巴 发现她和上一名死者一样 牙齿也是往里面断的 这下可以确定 两名死者都是同一名凶手杀害的 可黄贾纳近十年来都生活在国外 上个星期才回国 十年来两名受害者没有任何交集 怎么可能短短一个星期内 就惹上如此变态的凶手呢 警方调查到两名死者曾经是高中同学 并且他们有个名叫周景的共同好友 现在是个古董收藏家 方队前来调查 却差点碰掉一个价值几百万的花瓶 周景在得知昔日好友接连遭遇不测后 也是十分的震惊与难过 可他们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所以并不知道他们得罪过什么人 这是婴儿也打来电话 他刚刚在排查监控时 发现两名死者遇害前 现场都有一辆白色面包车出入 方队听到这连忙留了周景的电话赶回警局 回去的路上婴儿再次给方队打来电话 他刚刚处理监控画面 发现那辆白色面包车的车灯坏了一个 被贴上了黄色的胶带 方队突然想起他刚刚去找周景时 在楼下看到过这辆面包车 他连忙给周景打去电话 而周景这时正因为道路施工而苦恼 在方队的指引下他刚打算掉头 却被白色面包车拦住了去路 凶手下车就朝周景扑了过来 试图将他从车里拽出去 周景并领命反抗 等着凶手逃进了一栋烂尾楼内 方队听到周景的呼喊 也意识到他此刻遇到了危险 立马掉转车头朝这边赶来 此时的周景命悬一线 眼看凶手离他越来越近 他集中生智 将一拉罐抛向另一边制造声响 他的借机朝大门跑去 可凶手已经提前锁了大门 他只能躲在角落不敢出声 好在方队及时赶到救下了周景 只可惜凶手逃走了 经历了这次生命危险后 周景再也不敢轻视 他将中学时的照片都交给了方队 希望能够帮助警方尽快抓住凶手 方队翻看过后 竟发现其中有一张 他们玩角色扮演的合照 竟和两名似着遇害时穿的衣服一模一样 周景知道后也是十分震惊 只是一个戴着帽子的快递员上门送快递 方队得知周景喜欢网购后 建议他以后先把快递游到警局 由警方检查之后再拿回家 这样更安全 回到警局后 原来已经查出白色面包车的全部信息 虽然车牌后被遮挡 但还是露出了两个数字三合九 警方根据这两个数字 拍查了全是284辆白色面包车 其中一辆登记在屠宰场名下的面包车 上面沾有黄色胶带 而且屠宰场一般都被有冷酷 这非常符合夜里沙尸体被冷冻过的特征 警方立马组织警员搜查屠宰场 竟真的发现一个屠夫 这浑身是血的在切割什么东西 可经过一番审讯 才知道屠夫是非法售卖死猪肉的惯犯 跟他们正在调查的命案没有任何关系 案件又回到起点 这是竟然又发生了第三起命案 这次是在郊外的废弃工厂 死者名叫子涵 是周锦丈夫的姐姐 和前两名死者一样 他身穿绝色扮演的衣服 还被画上了精致的妆容 普通的是 他是被重物击打头部致死的 死亡时间是在一个小时之内 现场被大雨冲刷了没有任何痕迹 方队告知周锦他姐姐遇害的消息后 周锦立马崩溃着大哭 因为子涵这几天开的是他的车 凶手一定是将两人搞错了 这才误杀了姐姐 接连三名女性身穿制服被杀 方队决定从三名死者遇害时 身上所穿的衣服调查 他找到周锦三人曾经呆过的社团 从这里他了解到 这种角色扮演的衣服通常都是定制的 而这种古老又细节繁多的款式 现在只有一个名叫王大壮的财富能做到 可连续他只能通过他的定制网站 不过这可难不倒警方 他们根据网址IP找到了王大壮的住处 可王大壮此时并不在家 警方一番搜查过后 在一个盒子中发现了三个玩偶 他们身上所穿的衣服 与三名死者的一模一样 方队从玩偶的夹缝中发现了一个铺条 上面清晰地记录了顾客的信息 也就是说 凶手是在王大壮这里 盯着了三名死者身上所穿的制服 伦凯立马去调查 王大壮电脑中的交易记录 而方队发现这三个玩偶的衣服扣子 是在左边的 对比房间内其他玩偶的扣子 只有这三个是特别的 这就说明定制衣服的凶手 极有可能是个左撇子 而袁凯此时也查到 王大壮和凶手的交易画面 令人意外的是 定制衣服的竟是之前的保险员阿诚 盈儿想起之前去保险公司时 他右手拿着滚烫的茶水却毫无反应 这么看来他的右手有问题 几人立马分头行动 盈儿回警局调查阿诚的踪迹 袁凯则带人到周警家保护他 可当袁凯带着警员赶到他家时 却发现他家大门敞开 周警却没了踪影 这时盈儿也查到 阿诚曾经名叫陈寺 跟周警几人坐过几个月的同学 方队在得知周警失踪以后 立刻定位了他和阿诚的手机位置 他们在一个使兵厂 那里也有一个超大的轮库 警方火速赶到这个工厂 却发现里面只有正在加班的员工 而死时的周警已经被阿诚迷晕 他将机动气体塞进了周警的嘴里 去死吧 挺尸 观众是个方队同时二将 原来他刚刚出发前 耶利沙和黄加娜 牙齿上的画样报告正好出来 上面附着的塑料 以及机动气体的残留 只有这个工厂有 方队这才找到了阿诚的藏身之地 可阿诚面对方队丝毫不慌 他已着急威胁方队放下手枪 并且将自己压抑多年的秘密 发现了出来 原来家境贫寒的阿诚父母 杂波卖体将他送进了重点中学 可他却因为周警这几名富家子弟的戏梦 右手以及下半身被废 还被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所以他现在所做的一切 完全是在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看着陷入癫狂的阿诚 方队趁机推倒阿诚和他扭打起来 可受伤的方队完全不是阿诚的对手 就在阿诚捡起手枪 要杀死方队的解药关头 周警及时醒来 拿起机动气体喷向阿诚 他瞬间变成一座冰雕 这次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成功落网 周警也准备离开这座城市 可复盘了整个案件的方队 却觉得还有些不对劲 只是袁凯拿起来几个快递 其中竟还有周警的 方队拿着快递追上了即将出货的周警 他告诉周警子涵的死不是阿诚干的 第一他的肺部没有向前两名死者一样 是冰冻的巧克力 第二警方破案后勘查现场时 在角落里发现了还未拆封的空姐制服 而且子涵被杀的时候 阿诚正在警局推销保险 这是他来之前婴儿告诉他的 为子他还专门调查了 案发地点附近的监控 却发现周警曾出现过 而周警面对铁证 也只好说出了实情 原来周警一直在贩卖 他已过丈夫收藏的文物 而丈夫的姐姐子涵在知道这些事情后 一直借机敲诈他 两人那天因为这件事起了争执 周警一不小心将他推下了楼梯 子涵当场摔死 于是周警将这件事伪装成是阿诚做的 这也多亏了方队给他看了死者的照片 周警在看到他身上所穿的衣服 就想到了中学时发生的事 校园暴力是青少年时期的重大问题 希望家他们都与重视 一年之差就铸成大错 善与恶可以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并存 校园欺凌五小时 任意一起欺凌事故背后 都牵连着两个祸一群孩子的健康成长 千万不要等到事情无法挽回时 才后悔莫及 富豪年近五时却喜欢玩网恋 第一次和女网友见面 就恨不得吃了她 一番纠缠后 她却反被美女推倒在床上 说美女从她抛了个媚眼 转身走进了浴室 但她却没有第一时间洗澡 而是对着镜子摘下了假发 又塞上耳机跳起了雾 当她卸完妆出来后 却看到富豪满身湿穴地倒在地上 胸口处还插着一把叉子 女人下意识想要逃跑 却还是忍着恐惧凑紧拿起了富豪的钱包 但就在她拿钱的时候 一个男人却突然跑了进来 紧张地问她为什么把人杀了 明明之前说好只抢劫 女人摆口莫辩只想拉着男人赶紧走 但男人却不愿意就这么一走了之 她不顾女人的阻拦 迅速拽走了富豪身上的金链子和手表 殊不知这一行为不仅犯法 还留下了她的指纹 不久后酒店客房主管在查房时 意外发现一个房间的门没有锁 她好心上前提醒 不想屋内却没有人回应 就在她开门进去查看情况时 赫然看到了满身嗜血的富豪 主管尖叫着就要跑出房间 却因为极度的惊吓 腿软的爹坐在走廊里 她不断地大喊着死人了 但深夜的酒店走廊却空无一人 主管只好抓起对讲机 编续酒店经理 经理很快带着保安 来到了主管所在的楼层 她让保安扶着主管 自己则跑进去查看客人的情况 确定客人死亡后 经理机忙拨通了报警电话 接到保安后 警方第一时间赶到 开始了现场调查 法医也针对尸体进行了初步尸检 检查后发现死者年龄在50左右 身上有很多击打伤痕 尤其是头部的伤最为严重 除此以外 死者胸口中还插有一把叉子 这钢叉很显然是酒店提供的餐具 两处伤口都比较致命 但真正的死因还需要进一步尸检 随后警方又在屋内 找到了一些毛发和指纹 这些或许就是找出凶手的线索 现场调查结束后 警方前去调取酒店的监控 却被告知监控刚好在案发时间段 因为维护丢失了画面 这一巧合不由地让警方起了疑心 但保安却表示 他们已经提前申报过 当地派出所也有备案 警方文言只好先考取了维护前后的监控 希望能从中找到哪怕一丝线索 随后警方找到了报案的经理和主管 两人仍实讲述了 从发现到报警的过程 在警方问到死者身份时 他们都表示不认识死者 因为酒店来往人员特别多 他们也没办法分辨可疑人员 只听过有同事提起 死者好像是一位姓王的富豪 随后经历带警方找到了那位同事 同事表示自己当晚见过死者 当时他和一个粉头发女孩一起进了酒店 后面还跟着一个戴帽子男人 奇怪的是没过多久 帽子男人就带着摘了粉色假发的女孩 又走出了酒店 那段时间除了这三个人 就在没有人进出过 这样看来帽子男和粉发女都有很大的嫌疑 不久后警方调查了死的身份 发现他是一位海贵富豪 叫王大炮今年48岁 他生前和妻子乔纳 一同经营着一家进出口公司 警方还调查了大炮死亡的那家酒店 在案发时间前后 登记入住和退房的人比较多 但经过筛查后发现可以全部排除嫌疑 所以凶手应当是为登记人员 这也是接下来的研查对象 二次事件后警方也终于查明 大炮死于颅骨骨折 而不是钢叉的插入 据现场推演来看 大炮应当是先被钢叉插到左胸 而后被人按着头 多次撞击直至死亡 此外警方在死者的脸部和颈部 发现了一些棉纤维 和酒店提供的毛巾质地相似 警方顺着死者当晚的活动轨迹 找出了案发前最后接触过死者的粉发女孩 随后警方带着女孩的照片 找到了他和死者见面的饭店 据饭店经理所说 大炮是饭店的常客 粉发女孩好像是店里调酒师的朋友 所以经常到饭店吃饭 他虽然不太清楚粉发女孩的身份 但却知道调酒师的住址 于是警方按照地址找到了调酒师 却发现调酒师一副病烟烟的样子 屋里也十分杂乱 据调酒师所说案发当晚因为不舒服 他便提前下班去了医院 随后他找出了病例给警员 说去医院之后他就一直在吊水 只是他没察觉警员在他拿病例的时候 顺手拿走了一只烟头 烟头上的唾液是可以进行DNA比对的 而从调酒师家里出来后 两位警员还吐槽他演技差 不仅将肛温表含在了嘴里 睡觉还戴着眼镜 就连病例也是破绽百出 他们虽然看出了调酒师在演戏 但为了不打草惊蛇却并没有直接拆穿 而是假装告辞后 蹲手在了调酒师家楼下 果然没多久调酒师便鬼鬼祟祟的 来到了饭店门口 只见他从角落里摸出一颗背包 要走时却被蹲守的警员堵住了去路 与此同时警方还找到了大炮的妻子乔娜 这才得知乔娜在案发当晚 也去了同一家饭店 只是当警方告诉他大炮遇害时 他却显得无比惊讶 忍不住哭了很久才平复下来 随后乔娜告诉警方 昨晚他一直在应手 到很晚才从饭店回家 至于大炮去哪里干了什么他一概不知 见他这里没有多的线索 警方便主动结束了询问 而另一边调酒士被带回了警局 却还坚持说自己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哪怕警方从他包里搜出了大炮的财物 他却依旧在装傻 直到警方给他看了当晚的酒店监控 调酒士才终于老实交代了一切 原来当晚他和粉发女孩沙利商量好 是想趁大炮回房间后一起打劫他 却没想到一进去就看到了大炮的尸体 沙利也惊慌地说自己没有杀人 于是两人飞快地拿走了大炮的财物 一起跑出了酒店 调酒士惊慌地表示自己只是想打劫 并没有胆地杀人 与此同时 警方对现场收集物的调查也已经结束 他们发现案发现场凋落有橙色很好的钻石 以及两种女人的头发 也就是说现场很有可能还有另一个女人 就在这时调酒士的电话突然响起 上面显示正是沙利打来的 于是警方便准备借调酒士之口 将沙利引出来进行抓捕 沙利果然不已有他 被警方抓获带回了警局 随后沙利也老实交代了 自己当晚的行踪 他的证刺和调酒士相差无几 由此可见两人并没有说谎 只是沙利又提到 大炮脖子上原本带着一个奇怪的吊坠 但在他们两人搜挂彩物时 却不见了踪影 不知道是不是被凶手拿走了 而后警方发现沙利的首饰都比较廉价 这样看来现场发现的那种昂贵钻石 应当是另一个女人掉落的 由于沙利是在洗完澡后 发现了大炮遇害 这说明有人趁沙利洗澡的时候 偷偷潜入房间杀害了大炮 至此沙利和调酒士洗脱了杀人嫌疑 但两人入室抢劫已成既定事实 也同样会受到法律制裁 询问结束后一位警员突然响起 乔纳佩戴的胸针好像少了一颗钻石 那么现场的另一个女人 会不会就是乔纳呢 但由于乔纳的杀人动机并不明确 警方便准备从大的人际关系入手 很快警方调查到 乔纳经常会和前男友阿波联系 于是警方兵分两路 一部分人紧盯乔纳 另一部分人则开始调查阿波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后 警方发现乔纳果然和阿波在私下偷偷见面 但由于距离太远 并不知道两人谈了些什么 于是警方找到了乔纳公司的律师 得阵了乔纳想要给大炮开死亡证明 但由于案子一直没破 所以律师也在想办法 至于开死亡证明的原因 是因为乔纳在国外给大炮买了份巨额保险 但据律师所说 这份保险的金额 虽然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笔巨款 但对于他们夫妇来说 只能算可有可无 至此警方暂时排除了 乔纳杀人骗保的嫌疑 只是随后警方调查到 阿波买了最近飞往国外的机票 而乔纳又趁着警员询问律师的时候 偷偷溜走了 于是警方紧急布控 经过一系列排查后 最终在机场附近锁定了两人的位置 警员紧急出动 在机场酒店堵到了乔纳 又在机场附近的高架上抓过了阿波 将两人带回警局后 警方从阿波身上搜出了大炮丢失的吊坠 阿波解释说乔纳一直想要这个 因为这不仅仅是个项链 还是大炮的私人印章 以及他海外保险箱的钥匙 有了这个乔纳才能拿到大炮的财产 反正他就什么都拿不到 但阿波却说自己并没有杀人 也没必要杀了大炮 他进入房间的时候 大炮正在床上睡觉 于是他一把拽下了项链 迅速离开了房间 而据乔纳的口供所说 他雇佣了阿波去偷拿项链 杀人的事责提都没提 没想到阿波却在回去后 告诉乔纳是他杀了大炮 还以此要求乔纳支付买命钱 事实上阿波也只是想骗一笔钱 他走的时候大炮还在床上呼呼大睡 随后阿波透露 这两口子的钱全都是大炮把持着 乔纳看似有钱 实际上只是个空壳子 所以他才能肆无忌惮的 用大炮的钥匙威胁着乔纳 实际上他确实想以此来报复 常常当年抛弃他的行为 觉得这是警方通过比对发现 大炮脸上的指引和阿波的并不一致 也就是说阿波两人并没有说谎 真正的凶手另有吉人 但这两人盗窃和骗保未遂的行为 依旧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为了查出真正的凶手 警方再次对王大炮进行了深度调查 这才发现和他有联系的女性 居然多达30个 感受矛盾的也不在少数 有警员认为大炮被害或许是仇杀 那么他们从这30位女性入手 有可能也会找到有用的线索 很快警方搜索了这些人的照片 交给了乔纳进行辨认 但乔纳只对其中一个叫小青的有印象 因为小青是唯一一个逼着大炮离婚 还被乔纳看到的 放完狠话小青才扭头看到乔纳 而乔纳也不生气 而据乔纳交代 大炮不仅在感情上骗了小青 还骗了他所有的钱 如果说是小青杀了大炮 早那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 随后警方调查道 这个小青的哥哥 居然就是那个提供线索的酒店员工 如果说两人理应外合 还是有可能杀掉大炮的 但当警方将两人带回警局后 他们却都说没有杀大炮 原本小青是一直跟踪大炮 也对大炮起了杀信 但他跟踪到酒店楼下时 却被哥哥发现劝了回去 随后的监控也显示 两人压根没有进出或死者所在的楼层 这次兄妹俩的犯罪嫌疑也被洗清 不过哥哥还交代了另一个事情 那就是当晚还有一个黑衣女人 跟着大炮进出过酒店 只是那女人是酒店常客 进进出出也没什么人在意 她也是在回忆室才觉得 那女人好像是在跟踪大炮 随后警方通过酒店精密 给出的常客名单 锁定了一个叫小兰的女人 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发现 小兰的妹妹曾被大炮用不法手段玷污 没多久便因为心理问题自杀身亡 而他们的母亲也因为这件事 被气得脑梗去世了 可以说小兰一家被大炮害的家破人亡 如果是她的话 确实存在着充足的杀人动机 再加上小兰的现任男友 也在酒店工作 这样看来小兰也有了动手的机会 于是警方找上了她进行询问 小兰大方承认了自己不会放过大炮 但却不承认自己去过现场 还说自己一直在找大炮 却始终没找到她的人影 听到这里警员已经察觉了她在说谎 但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们还是在询问结束就离开了 随后更是派人蹲守着小兰 果然不久后小兰来到河边 扔掉了一个长条形的东西 蹲守着警员在她走后 急忙捞了出来 发现了竟然是一把剑刀 与此同时另一批跟踪小兰男友的警员 竟在她的员工宿舍 发现了一双沾屑的皮鞋 有了这两样证据 警方便直接将人带回了警局 小兰被抓回后情绪十分激动 染着大炮该死 随后竟是主动承认了自己是凶手 原来那天她在沙里进去洗澡后 悄悄溜进了房间 没想到却被大炮错认成了沙里 还抱着她不松手 眼见自己挣脱不了 小兰便摸起茶几上的叉子捅了过去 但这一下却没有杀死大炮 反而激怒了她 让大炮对小兰起了杀心 好在小兰男友听到声音 即使赶来救下了她 但大炮却被她推倒 摔到了一旁的桌角上失去了意识 男友见中便急忙擦拭掉了两人的痕迹 带着小兰跑出了房间 小兰男友的口供也是一样 不通的是她也认为自己是凶手 但询问的警员却察觉到了不对 因为大炮是脑部遭到多次撞击才丧命的 最初的那一下只是让她失去了意识 却并没有杀死她 但小兰和男友显然都觉得 自己已经杀死了大炮 那么他们在撞击次数上就没有必要撒谎 除非是有人在他们后面进来 按着大炮的头再次进行了撞击 这不禁让警员想起了一个人 那就是报警的酒店经理 他在听到主管的呼救后 第一时间跑到了现场 还独自进入案发现场查看了情况 这么说他也是有条件作案的 但问题是他的作案动机了 于是警方展开了对酒店经理的调查 还派人去他的老家调取了资料 但没想到下午他们就接到了消息 经理买了出国的机票 这一举动让警方意识到他可能是要潜逃 于是警局立即下令抓捕经理 好在警员行动迅速 赶在经理出发前 将他堵在了办公室内 原来警方在监控室保安口中问出 正是经理建议他们 在案发时间段维护监控 这正大大增加经理的嫌疑 而经理老家传回的资料 也终于暴露出了他的作案动机 大炮曾在一次醉酒后 玷污了酒店的一名服务员 而这名服务员正是经理的妻子 过久后妻子便含恨自杀了 而经理也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 听到这里经理知道自己已经逃不过了 便承认了一切 原来他在小兰和男友离开后 就进过一次房间 此时大炮还有意识 于是他便趁机将毛巾盖在了大炮脸上 将他的头狠狠撞向了柜子 确认大炮死透后他就匆匆离开了 所以当沙利从玉池出来后看到的 其实是已经死透了大炮 这次整个案件总算落下了帷幕 随后在经理的行李箱里 警方找到了他作案时用的毛巾和皮鞋 而经理的余生也将在铁窗后度过了 所以我们在遭受伤害后 一定要第一时间求助警方 更不能动用私人手段报复违法的人 毕竟只有法律才有资格制裁罪犯 私下报复也只会赔上自己的一生